历朝历代都有贪官污吏 毕竟只要有光厂的地方 都会有贪官污吏的存在 当然清朝也不例外 清朝的和尚就是其中的巨汤 他依靠权力聚集了大量的财富 不仅仅如此还皆党隐私 可以说和尚就差谋朝窗位了 但就是这么一个巨汤 为什么在乾隆在位之时没有拿下他呢 反而是在乾隆死后 直接被嘉庆拿下了呢 那今天是隐存秋就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和尚可以说是百年难得一遇的人才 如此圆滑的人自然可以组合光厂 和尚利用权力与职位顺手牵羊 一手设立了一罪营的制度 表面上看都是收纳进乾隆环境手中 但是这个数目是由和尚展望 自然没有人会知道和尚有没有总保生长 再者和尚只要每次贪一点 乾隆也很难发现 最终也能积少成多 和尚在认崇门税务之时 可以说捞了不少游水 一来依靠外地官员三女品金 缴纳税营从中捞好储备 二来就是给王公大臣抄家之时 中保四难 这个职位就好比是和府的钱袋子 后来传给了分身英德 也有寡家流选参与 从中获利的钱越来越多 当然这只和尚获得金钱的渠道之一 作为极为显贵的大臣和尚 敛财那是更有他的一套 按照乾隆以前的性格 如是贪官敛财的和尚 估计早就斩首失踪了 当初因为贪污罪 被乾隆处始的恶品以上官员 就有41人 甚至是宠非高家式的哥哥高衡 也因贪污罪论斩 可见乾隆队贪污可以说是玲珑了 但在乾隆在位日子久了之后 对朝政早有疲倦 只知道沉迷小了 对朝中大臣贪污受贿的情况 已经难以控制 再加上朝廷大臣光光相互 处理起来比以前更加不容易 这才让和尚有了发散的温传 一路走向了大庆巨坛 乾隆十分欣赏和尚 和尚也没让乾隆十万 每一件交代给和尚办的事情 和尚都办的那是妥妥的担当 所以和尚在大庆的官僚体系之中 真正诠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身兼数十个要职 哪怕嘉庆登基了 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 和尚依旧是乾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地位和权力甚至比嘉庆比还不大 乾隆晚年的时候 乾隆是和尚为自己的代理人 哪怕乾隆已经畏惧太傻皇 但是实际上 朝政的控制权还在乾隆所中 而且还利用和尚牵制新皇帝嘉庆 在乾隆已经喃喃至于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 也仅有和尚一人能听得懂 诸事都交由和尚亲力操办 这其中和尚肯定是暗示发展自己的势力 更是利用乾隆迷留之地 凌驾于嘉庆之上 这是一个很大的罪 虽然未及人臣 但是居然凌驾皇权 只要乾隆一死 嘉庆肯定会想办法弄死和尚 以保证自己的皇权巩固 果然乾隆尸骨未寒 和尚就被下召如鱼 最终刺白铃浪蹄自杀 嘉庆其实受制于乾隆 而和尚又是乾隆的代理人 哪怕和尚没有贪污 没有解答隐私 最终也会被嘉庆杀掉 毕竟三十几岁的皇帝没有办法清政 万事都要太上皇过目 中间还有一个橙子插了一手 忘了是哪个皇帝都会起杀意 所以乾隆一死 和尚必亡 并不是像很多人说的 和尚是因为贪太多 而被嘉庆抄家填补佛部 而是因为和尚凌驾皇权 肯定会被杀至而后快 而在诛杀和尚的罪状之中 也没有一条说起贪污敛财 也能证明嘉庆杀和尚 为的是一口气 更是巩固自己的皇位 今天的视影存就说到这里 喜欢武侠历史 欢迎关注与点赞